前陣子爆發大學生跟熱炒店爭執白飯供應問題 而鬧上新聞的白飯之亂 但是在同一時間 更大規模的白飯之亂卻正要發生 素有台灣糧倉支撐的嘉南平原 竟然宣布稻米全年度休耕 原因來自於嘉南大盾停止供水灌溉 這條新建剛要滿百年的盾道 當初竟然也是因為白飯之亂才蓋的 夏秋多雨東村乾燥是台灣中南部地區的典型氣候 因此雖然有著廣袤的平原 但是受到降雨時間的影響 能夠種植的作物受到限制 早年農業產值反而不高 根據1920年的調查資料 嘉南平原美單位的土地生產力 更是只有北宜中璋地區的一半而已 這種極度仰賴氣候條件好壞的看天田 早從荷蘭時代開始 就不斷地有人想要改善 但是嘉南平原的地形條件 卻反而阻礙水利設施的興建 當其他地區已經開始修足起 能夠更穩定供水的鑽道 平坦且廣袤的嘉南地區 要找到水源 並且讓水順著重力 從上往下流都是個困難 灌溉的狀況相對的就不理想了 時間進入到日本時代 為了推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 開始大力改革唐葉跟稻米的生產 包含進行品種改良 設立現代化工廠等等 並且開始介入原本幾乎都屬於私人財產的疲倫系統 進行水利設施的管理整合 增加土地的生產效率 在1916年 桃園台地上的桃園大鎮正式動工 留知這個消息後 新上任的嘉義廳長立刻向總督府要求 希望可以在嘉南平原 興建同樣的大規模水利系統 然而總督府在這之前 早就曾經評估過好幾次 但是在地形條件的影響之下 根本找不出一個可行的方案 不過即便有了先前的經驗 總督府還是指派八天與一 前往嘉南平原考察 大概只是為了敷衍嘉義廳長而已 行前甚至特別跟八天與一說 隨便看看就好 不過正所謂無心插流柳純之 八天與一實際考察之後 反而有了不同的構想 於是在1917年 提出關電C提准計劃 但是卻因為經費過高 遭到日本中央內閣的反對 不過到了1918年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日本國內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再加上俄羅斯剛爆發10月革命 日本決定出兵西伯利亞 米商秀到商機囤積百米 造成白米價格飆漲 初時買不到米的家庭主婦 走上街頭抗議 甚至衝進米店牆米 這風波迅速在日本國內蔓延開來 堪稱是上個世紀的白飯之亂 而由於俄羅斯剛由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 日本政府擔心共產主義的散播 出動軍隊大力鎮壓 事後25000人遭到逮捕 還有人遭判死刑 史稱米騷洞 事件結束之後 日本政府正視到糧食來源的重要性 必須要提高百米的供給 於是重新檢視八天與一提出的關電溪疲准計畫 希望把原本因為缺乏水源導致產值低落的嘉南平原 透過穩定的灌溉之後提升稻米的產量 所以說當時嘉南平原的農地狀況是怎麼樣 東側臨近丘陵的地帶 因為水源穩定 而且早期就有比較多的水利設施 可種植稻米的水田化比例比較高 越往西邊走 土地利用狀況就越粗放 到了靠海的北港東石北門一帶 甚至因為灌溉狀況不佳 土壤裡面鹽鹼成分過高 難以種植作物 在1917年的統計資料裡面 嘉南平原的水田只佔了耕地的34.7% 低於全島的49% 但是要灌溉一年當中 有半年沒什麼雨的嘉南平原 就必須要有可依儲存半年水量的水庫 最開始是希望在嘉南平原中央的集水溪上游興建水庫 但是卻發現地形上沒辦法蓋得太大 後來繼續往南 發現到曾文溪的支流關電溪相當適合 後續便在這邊新建水壩 也就是烏山投水庫 在1920年 關電溪批准計畫正式動工 成為之後的嘉南大鎮 除了以烏山投水庫作為水源來源之外 同時間還有日月潭水力電氣攻勢進行中 將會讓濁水溪的水位更穩定 於是再加入引濁水溪溪水灌溉北側平原的工程 原定在1926年完工 但是途中卻發生日本本土的關東大地震 導致經費吃緊 最後延宕到1932年才全面完工通水 嘉南大鎮的灌溉水路總長1410公里 以烏山投水庫作為中心 分為南北兩大幹線 另外還有引濁水溪溪水的濁幹線 縱灌在嘉南平原中央 為了讓灌溉用水可以跨過東往西流的大河 設置了好幾座雙層的渡草橋 下層走的是水 上層則是人車用的公路 早年的台一線就是跟嘉南大鎮共構 跨過曾文溪主流 而嘉南大鎮最主要的灌溉對象 是遠離丘陵地的嘉南平原溪側 因此從南北向的三條幹線 分出的支線、分線幾乎都是往溪岔出 工程同時設置46條排水線 除了用來改良岩害的狀況 也解決夏天紅煥的問題 位在台南市區北側 緊鄰著岩水溪的岩水溪排水線 就是其中一條 經過這一連串的工程 嘉南平原大量的漢田轉變成為水田 水田面積從1920年的8萬9千甲 到了1936年直接翻倍 來到18萬7千甲 土地生產力也跟著提高 梅甲地的稻米產量 從1920年的7.5彈 到1936年的13彈 而甘蔗產量 更是從梅甲地4萬2千台金 成長到12萬6千台金 至於總產量的部分 稻米翻了7.3倍 甘蔗則是3.4倍 不過打從最一開始 烏山投水庫的蓄水量 就沒辦法完整供應 嘉南平原農田所需的灌溉用水 所以在嘉南大盾開工之前 另外設計一套三年輪作的制度 每塊田各自編入三個組別 第一年春夏種植水稻 入秋收成之後 改種植小麥或甘蔬等等雜作 第二年秋天開始 則是甘蔗種植期 直到一年半收成之後 回到春天再次種植水稻 三個組別 依序反覆循環下去 大盾則是在夏季水量較多的時候 全力供應水稻的用水 到了冬季水量比較少 改供應剛種植的甘蔗 而要實行這套制度 就必須對灌溉區的栽種作物 有非常強的控制 剝奪農民選擇作物的自由 這也引發農民強烈的反彈 甚至質疑是為了偏袒製糖會社 確保甘蔗原料來源 讓糖的產量可以提升 所以就把嘉南大盾取了台語的諧音 稱作咬人大盾 咬人大盾 為了改善烏山頭水庫蓄水量不足的問題 除了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有建造一座從曾文西引水的隧道之外 八田與一 更規劃在曾文西的上游興建水庫 只不過後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 計劃遭到擱置 一直到戰後的1967年 曾文西上游的曾文水庫 才正式動工興建 跟烏山頭水庫串聯 讓原本三年只能種植一年水稻的嘉南平原 增加到每三年可以種植兩年 不過雖然有著兩座水庫供應用水 但是在產業結構轉變 再加上氣候變遷的影響 嘉南大盾過去還是曾經發生停灌的狀況 到了今年更是因為水庫水量吃緊 農田水利署在去年底宣布一期到修根之後 7月初宣布二期到也必須跟著修根 使得嘉南大盾出現完工以來第一次的全年修根 即便颱風兩個星期後帶來雨量 但是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培育水稻的央苗 而這已經趕不上二期到的栽種 因為百年前的白飯之亂而催生出來的嘉南大盾 運作了將近百年之後 是不是又會因為缺水引發再一次的白飯之亂呢?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